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今天开始讲授药学领域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 药物设计学 由我来讲授药物设计学的概述部分 药物设计学是一门新兴教察学科的专业课程 具有药学 化学 生物学 医学等相关专业背景的同学 可以来学习这门课程 这门课程将由我和复旦大学药学院副委教授的 药物设计学教学团队一起给大家讲授 药物设计学这门课程将要分成五个章节来进行讲授 第一章是导论部分 从概述药物设计学的基本原理和先导化和物发现途径 这样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第二章到第四章 这样三章 我们是从药物作用中的把点概念 假设 分类和要求 以及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 和先导化和物性质的设计优化来进行讲述 考虑到药物设计学它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也是一门实践性要求很强的学科 所以在第五章我们特地首次将药物设计学的实验课程部分的纳入了木课 这些内容包含序列比对 蛋白质同源模件 药物分子结构构建与优化 药效团构建 分子对接等等 我们希望使我们同学经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以后 能够将药物设计的实践的运用到自己的课题中间 能够得到切实的帮助 下面就由我来讲解药物设计学第一章导论的概述部分 首先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创新药物的发现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所了解 我在这里列出了一张图 大致地给大家显示了创新药物发现的一个过程 现代药物创新药物发现 它是从基因到药物的一个整个的研究过程 经历三个阶段 一个就是新把镖的发现 一个就是先导化后的发现和优化 还有就是药物开发这样三个阶段 整个这个过程这个三个阶段 平均上讲可能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 需要有几十亿美元的投入 第一个阶段是新把镖的发现 它是从基因研究开始 发现一些疾病相关的致病的基因 从而进一步的发现相应的蛋白 来发现疾病相关的药物把镖 然后还要进行把镖的验证 第二个阶段是从发现的把镖出发 可以通过结构生物学的手段 来解析它的把镖的三维结构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先导化后的发现和优化 来发现成要性比较好的候选药物 进入第三阶段的药物开发 药物设计学在这个阶段 也就是第二阶段 先导化后的发现和优化阶段 将会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的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药物开发 需要经过药物的临床前研究 和临床的一期二期三期研究 最后才能够成功上市 上市以后还要进行四期的扩大的临床研究 刚才我们讲了药物发现 它的整个的大概的过程 那么下面我们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药物从发现到开发 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包括药物的发现 和药物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 这样三个大的阶段 在药物研发药物发现的阶段 那么要进行化合物的设计 合成筛选和优化研究 药物设计是药物发现的 原创性的源头研究 一般要进行五千到一万个 化学实体的活性筛选 经过先导化后的结构改造和优化 最后我们能够确定 从中间找到一到两个候选药物 然后进入临床前的研究阶段 临床前的研究阶段 包括它的活性的测试 那包括分子细胞水平和体内的活性测试 它的生物利用度 药物药学性质 药物代谢的性质和它的安全性 也就是毒性方面的这个研究 那么这些研究工作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要进入临床的研究阶段 就从实验室进入医院 在人身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阶段包含 临床的一期二期三期 那么在三期完成以后 一般都还要进行四期的扩大的临床研究 临床一期研究 它要对少量的 一般是20到80个健康受试者 来进行安全性和有效剂量的评估 临床二期要进行初步的药效学的研究 大概是对这个两三百位患者 来进行药效学和毒副作用的评估 临床三期是在更大规模上 一般是要对几百个到上千个患者 进行药效的评估 监测和长期服用的副作用的评估 那么在三期临床完成以后 一般还要进行四期临床 这就是在药物进行上市以后 进行的扩大的临床研究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药物研究开发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那下面呢 我们想讲一讲药物设计 这个药物研发的全连条过程中间 我们就关注药物设计 这样一个领域发展 那么这里有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药物的设计 Why 药物设计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用了什么内容 What 我们怎么样来开展药物设计 就是How 那么我想围绕这三个问题 和大家再做进一步的介绍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药物设计 大家知道药物设计 在药物发现链条中间 它是属于原创性的源头的研究 一方面在临床上 我们有大量的 没有能够得到满足的临床的需求 我们有很多疾病 现在还缺乏优良的 有效安全的药物进行治疗 那么迫切需要 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原创性的新药 优良的药物能够研发出来 但是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 可以讲是非常困难的 迄今为止 我们很多药物的研究 通过实验的筛选 大量的药物的合成 比较可以讲这个过程周期非常长 成功率非常低 而这个代价非常高 因此我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些新的技术方法 来帮助我们加快这个研究的过程 所以药物设计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发展 它能够使我们用通过理性的药物设计 这样一个思路来取代 那些我们随机的盲目的大规模的这种筛选 使得我们整个的研究工作 能够更快更有效率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药物设计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药物设计它做什么 可以讲主要是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进行药物作用 它的机制的一个基础研究 从发病机制入手 进行把镖的校验的工作 进而进行仙导画户的设计 发现新的仙导画户 进行仙导画户的这个优化 来得到我们一个候选的 比较满意的药物 那么这就是在药物设计中间 我们大概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做什么事情 那么第三个问题 我们怎么来实现这些目标 怎么来进行药物设计 这个现代的药物发现 把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运用到我们这个多年来 传统的在进行的药物设计 药物发现的这个过程中间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手段 来进行药物设计的研究 第一方面 那我们利用生物信息学 和蛋白质组学等等 这样一些技术和方法 来发现和验证 药物作用的把镖 进行把镖机构功能和它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为进一步的药物设计来打下一个基础 第二呢 我们利用把镖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药物作用的受体 那么和它的配体 也就是我们讲的药物小分子 它们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 我们进行计算机辅助的药物设计 那么第三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早期的 我们叫ADMET的评价 所以ADMET就是药物的 在体内的吸收 它的分布 它的转化 它的排泄 和它的安全性 这些方面的研究 那么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 我们来不断地对仙导画户 进行性质的设计和优化 使它能够得到一个疗效很好 安全性也很好 它在体内过程的性质 也非常理想 这样一个候选的药物